我今天要著重的物種 包括人、豬、鹿 另外還有兩棲動物 山蕉魚 整個研究歷程事實上的過程 充滿了很多意外的旅程 讓我慢慢報告給各位聽 我1990年從中興大學畢業 畢業之後就到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分子生物研究所那時候還叫分子生物研究所籌備處 那時候剛好就是台灣在發展遺傳工程 也就是DNA重組的那個年代 所以就是那時候到分子生物研究所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有非常棒的老師來指導 那我的指導教授就是林俗端老師 然後他最主要是在研究 就是DNA它怎麼去複製 然後就是細菌裡面的子體有沒有 它在複製的時候 它的一個複製的起始點 怎麼控制它的速度等等的這些研究 這樣子 所以進去之後的話 也是一樣做遺傳工程方面的實驗 但是那時候是著重在細胞生物學 所謂的細胞生物學大概是這樣 就是把細胞養在培養名裡面 這個細胞的話大部分都是細胞株 就是很單純的一個品系 所以它的遺傳背景就非常的單純 然後我們所用的方法就是把這些細胞 然後給它某些壓力 讓它就是經過選拔淘汰 可以往某個方向去變動這樣子 比如說把它又挖成腫瘤細胞 比如說把它又挖成對溫度敏感的那種細胞 然後再去研究它裡面的DNA 產生的突變 那這個突變對它的功能之間的影響這樣子 所以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一個 就是一個實驗的一些模式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的研究的題目最主要就是 從細胞周期裡面的那種就是休止期 細胞它會從G1SG2M 但是如果你給它一些緊迫 比如說像血清飢餓的時候 它就會跳出細胞周期到肌靈期這樣 那肌靈期可以做很多事情 肌靈期的細胞可以做就是神經的分化什麼等等的 在之類的這些功能上 那林淑雯老師那時候就選擇到一個基因叫做GAT7 就是生長休止基因7號這樣子 那我的工作就是要來研究這7號 這個基因到底什麼功能這樣子 所以當時我們就把這個基因 這個DNA把它就是轉染到那個成纖維細胞裡面去 結果它就從本來是扁平的成菱形的 變成像長得像神經細胞的這樣子的一個就是構造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在這種小小的那種就是那個扁平裡面 然後去觀察這些就是基因的功能 怎麼去調控神經細胞的發育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跟野生動物事實上是扯不上任何關係 頂多大概就是小孩子附外教學 然後帶它去陽明山走一走這樣子 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每天幾乎就是只要眼睛睜開來就往實驗室跑 然後就是晚上十一二點再回去 然後接著來顧小孩 好像只有全世界大概就只有研究室這樣子 對 那2002年的時候我就從中醫院然後到台大那個 那時候叫續產系 什麼叫續產系事實上就是放牛班 就以前的畜牧系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交放牛班 對 那我到了台大續產系之後 那時候就有一個從特生中心 然後就是請調到台東總續繁殖場的一個 朱賢斌研究員 他那時候就被指派去管台東總續繁殖場的一種豬 叫做蘭羽豬 那蘭羽豬屬於迷你豬這樣子 那迷你豬在我們續產裡面的話 它是在當時是沒有什麼經濟價值 因為沒肉 沒肉的話就事實上只會吃飼料 所以他過去去管這群豬的時候 那當他們的那種種物就跟他講 就是說這些豬已經關很久了 那都沒有什麼生產力 那是不是就是能夠淘汰 然後或者是把豬群縮小這樣子 那因為賢斌他本身是在那個特生中心 過去的話是研究就是就是 露鯊的那種就是爬行動物 所以他是台灣露鯊社的一個就是很前端的一個研究人員 然後他那時候認為就是說這群豬滿特別的 然後這群豬是1975年的時候 然後就是宋永毅老師 就是還有李登元老師 那還有1980年敘事所的一些前輩 從南宇就是引到台東總敘事環織廠 然後就隔離四養 是一個就是近親的一個就是品種在那邊 他認為他有那種就是研究的價值 應該他也蠻特別的 所以他就跑來找我 他就跑來找我 那跑來找我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麻煩我研究豬這樣子 然後我馬上就說不不不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姓豬 其實我最討厭的就是豬你知道 對 我還記得有一次蠻好玩的一個就是經驗就是 以前的公車是前後門 現在也是一樣 那我從中研院跟我學妹就是從中研院 要搭車要去中校東路的那種去那邊辦事情 結果人很擠 我學妹就從前門進去澳洲 從後面進去 然後就隔很遠 那我不太會坐公車 我學妹就很怕我走丟了 然後快到的時候 他就從前門開始一直在叫 豬啊豬啊豬啊這樣 那整車的人以為他在罵他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我其實從細胞一下到 擴展豬的研究 那時候覺得真的是不適合這樣子 所以就開始就是拒絕他這樣子 對 那一直到就是 一直到就是 2004年的某一次 然後豬賢兵又跑來找我 那等一下我再講 那我先來介紹藍羽豬它的本身的一個背景 藍羽豬的話它事實上是在 藍羽當時被發現的 那事實上其實台灣以前也有很多那種類似藍羽豬的那種小型豬 只是說因為外來種豬的引進台灣 從日本時代 從中國的移民進來之後 那我們這種小型豬 在台灣就被就是 雜交得非常厲害 所以當時的學者認為台灣已經沒有那種存種的那種小小型豬 那藍羽這個地方蠻特別的 在日本的時候它是一個 就是因為受就是 就是民族的那種就是 保護 所以 藍羽的時候 藍羽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封閉的 那國民政府的年代的時候 它因為軍事的那種需求 所以它也是被封閉的 所以一直到1990年之後 開放觀光 然後開始才會有那種就是 外來種豬的進去這樣子 那 蠻有幸的就是1975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大學我們系 那就是引進就是一公三母 然後1980年的話 就是敘事所引進就是四公十六母 在台東跟台大進行保種 那時候保種的那種就是方式就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簡單 就是隔隔圍牆 然後就把它圍在三角邊這樣子 然後就是讓這群豬就是自由的 很高很快樂的去交配這樣子 然後很快樂的去繁殖 所以沒有任何的系譜 沒有任何的登記這樣子 那於是就是從1980年 然後一直到2002年 大概就是以這種 主要是以這種模式來進行保種 對 然後一直到2004年的時候 朱賢斌就 就 那個 來找我 然後就拿著這張照片 他說 那個 他們的總序繁殖場 的那種就是這群豬 因為母豬發情了 然後 在三角邊的圍籬 大概就很簡單的那種 赤鐵絲網的圍籬 所以那個 野豬公豬 就是 從山上就跑下來 跑下來之後 就 就混進這群豬 豬群裡面來 然後 然後賢斌就很擔心 會不會遭受雜教 然後他那時候就希望我能夠幫他 就是 驗一驗有沒有野豬的基因深入 然後 驗一驗就是 那個 藍羽豬的一個 就是 他的遺傳特徵 這樣子 那因為 我是 2002年到台大 2004年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 就是 實驗室也有一些 就是 有小小的規模 所以 然後 我覺得這個問題也蠻大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 答應賢斌就 就說 好 然後我們來做做看這樣子 對 那 當然就是 所有的研究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個動機 你必須要去說服你自己 對 那為什麼要去研究豬這樣子 所以 這張圖的話 是我在那個 大英博物館的時候 看到那個希臘的那個陶瓷 那陶瓷上面的話 就是你看到一個 沒有穿衣服的獵人 然後 然後 就是 跟著野豬 就搏鬥這樣子 那旁邊有帶著 一隻白色的狗 然後 然後去 就是 去山上去州採集 獵捕的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這樣子 那剛好在 大概相同的一個年代 就是 我剛好去屏東 世文國小 那邊就是 去 就是跟 就是採訪獵人這樣子 然後 看到 旁邊 的那種 就是 牆壁上的畫畫 跟那個希臘陶瓷的上面畫的一樣 就是一個獵人 只是我們比較文明一點 我們有穿衣服 然後 野豬 然後旁邊有一隻狗 那我們的狗是黑色的 然後 那個 就是 歐洲的狗是白色的 所以從這邊的話 就看到就是說 那時候事實上 豬跟人的關係蠻近的 大概在 一萬年前 那種豬跟 人相遇 然後人就開始 就是 圈養豬 然後從那種 就是 獵捕採集的一些 作為 就慢慢的 變成農業上的一個 圈養的 這樣一個行為 所以 這時候就開始 讓我開始在想就是說 那蘭羽豬 它 在跟人之間的一些 意涵是什麼東西 所以 這個是 我最大的一個動機 這樣子 好 那 開始要研究蘭羽豬的時候 那時候 就 在農委會 就跟 一些審查人員 就是我的老師 的老師 就是 開始在談野豬 然後跟蘭羽豬 那當時 我就跟老師 我的骰公講 就是說 蘭羽豬可以跟野豬 就是 雜交 然後交配 然後生小孩 小孩子還有繁殖能力 那老師就很生氣 就告訴我說 野豬跟 蘭羽豬是不同種 那野豬跟 蘭羽豬不同種 這樣 但是我在 園園園園部落 就看到很多 就是蘭羽豬跟杜洛克 跟其他的洋豬雜交 所以我覺得 好像不對這樣 所以就開始 就是開始 查一些文獻 因為我們剛好 1999 1992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網路開始 就是 就是開始 興起 所以我們可以用 CD 去查資料 然後之後 就可以用網路查資料 所以我們的 資料量就會 越來越多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 覺得就是 如果要研究豬的話 應該要從 整個大的一個 就是地理的尺度去看 所以 必須要知道台灣 跟島嶼東南亞跟亞洲大陸之間的一個關係 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 Google 抓下來的圖 台灣在這邊 在我研究 那個豬之前 事實上我對於 比如說 印尼在哪邊 蘇拉威西在哪邊 事實上對我來講 都是不懂的 因為我大概 只懂細胞 哪一種細胞豬 有什麼功能的話 我覺得我那時候在行 這樣子 那我們再把台灣的整個地圖 再把它放大 放大了之後 一樣 菲律賓 台灣 蘭嶼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比較淺藍色的海 還有一個是深藍色的海 原來就是 事實上我們 台灣跟亞洲大陸中間 有比較淺的海 這樣子 對 然後如果再加上 就是過去的一個 氣候的一個動盪 就是氣候的一個 變遷冰河期 你把它考慮進來的時候 大概在 在冰河時期 大概是 最近的一次冰河期 大概是 一萬多年前 一萬兩千 一萬三千年前的時候 就是 就是 冰河期 結束 在冰河期之前的時候 大部分的水氣都被 侷限在 高山上 或者是 南北兩極 所以台灣跟 亞洲大陸中間的那種 就是海 就下降 大概下降了 120公尺左右 這個概念的話 對於我們等一下要講 後面的東西是 蠻重要的 那 海平面下降之後 中間就形成一個 陸橋 所以 就很多動物就可以 在這個陸橋上 就是 來來往往 這樣子 每次的那種 就是 冰河期就可以過來 建冰期的時候 就被隔離 那這個陸地的話 我們就把它叫做 遜他陸地 對 然後 然後 事實上在 這個遜他陸地 跟某一個花線 蠻有名的 就是華萊斯縣 就華萊斯這個學者 當他就是 跟達文在 大概相同的那種 就是時代 當他們在進行一個 就是大航海的一個 就是博物學的研究的時候 他發現就是說 有一個隱形的界線 然後後來我們就把它 叫做華萊斯縣 那它的 東邊的那種 動物象跟西邊的動物象 是完全 不一樣 包括植物象 後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事實上是跟 就是冰河的時候 那個 有沒有跟整個 亞洲大陸連起來 是有關係的 所以在 東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Kiwi 我們可以看到 Koala 但是在西邊沒有 但是西邊的話 我們可以有水路 或者是梅花路 但是東邊 就沒有這樣的一個物種 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們再回來 剛剛講的東西就是說 當我開始在研究 豬的時候 我發現到就是說 豬 事實上是很多人不懂 當時很多人就是不懂 雖然我們每天吃豬肉 每天罵人家豬啊豬啊 什麼之類的 但我們好像不是那麼了解 這樣 這是2015年的時候 IUCN所公佈的那種 就是 歐亞野豬 薩薩庫瓦這個 這個種 它在全世界自然棲地的分布 再來我們再看一下 菲律賓在這邊 然後台灣在這邊 黃色的是代表它 就是分布的那種 就是 地理位置 那它在歐洲 跟亞洲這邊 都有分布 對 那當時我們在談到 藍雨豬的來源的時候 有很多老師都說 藍雨豬 應該是從菲律賓 就是移到藍雨來的 因為藍雨的那種 就是黨務族的 我們的原住民 是講 跟巴蛋是一樣的語言 但是如果你再看一下 事實上菲律賓從來沒有 薩薩庫瓦這種歐亞野豬的一個存在 所以菲律賓如果有這種 歐亞野豬這個種 品種的話 它一定是從外面移進去 對 所以 我們就 我那時候就 就開始在想 就是說 原來就是我們之前的概念 可能是不對的這樣子 對 那所以 我上的第一課就是 野豬帶我認識華萊士縣 然後 後來我也了解 野豬事實上是 帶領了原住民 去認識自然棲地的 一個很大的動力這樣子 那 也發現到就是說 其實 氣候動盪的那種 尖兵器跟兵器 它可以影響物種的 就是 在島嶼跟大陸之間的遷徙 還有就是從尾度 比較高到比較 南端的一個避難所這樣子 對 那這是 上了第一課 對 然後呢 另外的話就是後來 才了解 事實上 全世界的 家豬都是從 歐亞野豬 薩薩科娃這個種 經過人類的選拔 淘汰 然後得到的 那就比如說好了 就是 大概這種選拔淘汰 大概是發生在一萬多年前 一萬多年前的時候 在中國 然後還有在 就是 歐洲的德國 這些地方 那同時發生多點巡化 那我們亞洲人比較喜歡黑色的 所以我們巡化的 豬啊 狗啊 它大概就是朝黑色的 那種就是方向去選拔 那歐洲的話就是選拔白色的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陶瓷 就有這樣子一個 一個 就是 結果 就是他們的狗是白色的 我們的狗是黑色的 這樣子 對 那 華南四線 就是 影響就是 從 就是 南島 就是從那個 島嶼東南亞起源的一些物種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地理的一個界線 這樣子 或氣候的一個界線 這樣 對 那甚至連印尼都沒有那種 就是 薩薩康瓦這種 豬的一個存在 這樣子 好 那 所以 接下來的話 我第一個想要問的就是說 那 南嶼豬跟野豬有什麼 關係 右邊的話 這是在 那個 台東 就是 花蓮瑞穗這個地方所找到的 就是 經過 那個獵人 然後捕捉過來的黑豬 所以像 這隻腳 這隻豬 是三隻腳的豬 它其中一個是種外耀蛇 所以 我們就去驗它的DNA 然後證實它就是 就是野豬這樣子 它的整個型態 大小事實上跟 南嶼豬很像 但是它的整個毛色是完全 不一樣 那性能也不一樣 野豬 一胎大概生四隻就不錯了 那 南嶼豬一胎可以生八隻 甚至十幾隻 對 如果你就是管理的好一點的話 對 那 所以 南嶼豬到底是從哪邊來 還有就是 南嶼豬是原生的嗎 那 為了回答這個原生的 豬種這個問題 開始就在想說 怎麼樣去定義原生 那原生的話 應該是 就是說 在沒有人類干擾之下 它在這個棲地就存在了 這棲地存在了 我們叫做原生 所以要去知道 它是不是原生的 或者是台灣有沒有原生的野豬 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跨越這個年代 到以前的年代去做研究 然後 另外遇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山豬跟野豬有什麼不一樣 我在座的同學知道嗎 在山上跑的豬叫山豬 然後個性比較野的叫野豬 我那時候遇到第一個問題 竟然是這個問題 對 那我插了文獻的話 就是在國外沒有用 Mountain Peak 或Mountain Ball 這種名詞來敘述豬 大部分都是用 Wild Ball 就是野豬這樣子的名詞 所以 野豬跟山豬的話 大概就是野豬這個名詞 那藍羽豬跟野豬有什麼不一樣 藍羽豬是不是從台灣野豬巡化來的 這是我的第一個想要問的問題 然後那時候就 就蠻天正的 就想說 我們台大旁邊 開車大概10分鐘 15分鐘就可以到木造動物園 那木造動物園的野豬 應該別人抽一抽 應該就可以解決我的問題 所以 2005年的時候 我就跟動物園合作 然後就去把他們的24隻豬 就把它麻醉 然後抽點 然後 後來 那時候去採血的時候 那個 我們的那種 動物園的那種 郭醫師 他就跟我講 我們這10隻是損的 這10隻損的 但是我看那個豬 100多公斤 你知道嗎 我想說 喔 動物園的火石不錯 100多公斤的野豬 但是我心裡想 100多公斤應該是家豬吧 結果驗出來的話 就是12隻是純的 12隻是 是那個 雜交的豬這樣子 後來他們再回去查 那個他們的一些 細譜資料 才發現到 原來他 另外的12隻豬 是因為怕動物園 從那個 原山移過來的野豬 所以他從外面的 就是一般的那種 就是農場去購買那種 就是他們認為 存種的野豬 結果那12頭 全部都是雜的 好 所以 所以就 就那個 去動物園 去證明 那個就是 藍羽豬跟野豬有關係 好像就 好像就 又不可行這樣子 然後後來 從那時候 在研究野豬的時候 就發現 深深的發現 就是 萊爾花生 他曾經 寫過就是說 科學界 對野豬的冷漠 令人不解 那他 去統計 這 就是 研究日本彌猴的 彌猴的那種 就是 的那種 生物學家 加起來 比全世界 研究野豬的人 還多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們好像對豬 不是 不是非常了解 這樣子 雖然他每天跟我們很近 他雖然我們常常去罵人家笨 你是豬啊 什麼之類的 一點都不了解豬 這樣子 對 好 所以我就想說 是不是應該要幫豬證明 因為我姓豬這樣子 所以這個動力就越來越 就是 越清楚這樣子 好 所以 動物園不行的話 事實上我們就開始要往淺山 或者是島嶼 島嶼的話就是 蘭嶼島去做探索 對 2005年 鹹冰 鹹冰事實上是一個非常nice的一個人 非常好的一個人 對 然後 他就是因為他 這個邀請 然後好像就是把我從實驗室 然後邀請到野外去一樣 所以他也安排了2005年 然後我們就到 蘭嶼去做蘭嶼豬的採樣這樣子 所以我就從實驗室慢慢的就是 到野外去 但是要拿到野豬的那個遺傳樣本並不容易 那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是從 一般原住民 就是獵捕到的野豬 然後圈養在那個 就是籠子裡面的野豬下手 但是我剛剛講過就是說 事實上他們也把野豬 跟一些外來種的家豬去 雜交 產生雜交優勢 可以生比較多 可以就是產比較多肉這樣 那發現這種方法 好像也有一些問題這樣子 那後來發現到就是說 後來跟很多原住民 就變成一個變成好朋友 對那 這個好朋友的話就是 事實上我以前在屏 我是屏東人 屏東仿寮人 以前在屏東仿寮 看到原住民 在街上走的時候 就他們會拿著那種獵刀 繫著獵刀 然後頭上會有一些 就是老鷹的那種羽毛 然後看起來就是非常魁梧 那時候都會害怕這樣子 但是後來才知道就是說 原來南島 就是原來我們的原住民 是南島羽族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大族群這樣子 對 所以從豬開始認識原住民 然後才開始跟原住民 有比較深的一些交往 然後才發現到就是說 原來很多原住民 他們就是在家裡 如果這些野豬夠勇猛 把他們的人獵刀 或者把他們的狗 弄到受傷的話 他們會把他的頭骨 就是頭骨做成標本 然後放在家裡面 那並不是一般的人 去的時候他就會給他們看 對那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心裡就很高興 原來其實這個樣本 野豬的樣本 事實上有很多原住民朋友 早就幫我們準備好 對 所以我們就開始到部落去 然後開始就是麻醉野豬 然後抽血 然後 然後有很多原住民蠻可愛的 就是 他們會把那個 就是每一隻豬 就是獵捕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些紀錄 會貼在他的那個豬的骨頭上面 然後會剪 某年某日的某一天 這隻豬 把我們的 就朋友誰 把他獵倒 或者把我的獵狗什麼 弄受傷 然後補幾針什麼之類的 人事實地物都有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 這個是在那個 屏東石門 在某一個 就是原住民的廚房裡面 他什麼時候打到的豬 他會在上面寫日期 對 所以 讓我們就是 在研究野豬的時候 就會變得更方便這樣子 對 然後他的那種整個範圍 跟紀錄都 有可考 但是還是有個問題 必須要解決 就是說 台灣的野豬是原生的 那為了 研究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必須跨越年代 跨越年代的話 我們就 必須要往考古遺址 去尋找 那還好就是 當時 是在陳水本執政的一個末端 就是他們 還有就是 南科那時候還有一些 就是 就是那個 遺址的一個搶救 所以我們那時候還看到一些 就遺址在挖掘 所以遺址裡面 有很多的那種 就是 就是 租的那種 那種遺留 那通常在灰坑 灰坑的話就是 就是以前 就是我們的先民的那種 垃圾堆裡面 那他們看到的那個 豬大概都是這種 破碎的 吃剩的 然後整個散掉 分開來 跟狗不一樣 那時候在南科化身的狗 狗通常都是跟人葬在一起 然後就很完整 所以 那時候應該狗的話 應該是 外來的 然後是巡花的 那豬的話應該就是 有很多都是野豬這樣子 對 那或者是 有一些就是 鮮明上面都會有一些 就是用那個 瘦骨去做 那種就是 裝飾的 對 那我們就會把這些 就是 遺址中的那種 就是骨頭 拿回到研究室 然後就是抽取它的骨粉 然後就是 抽取DNA這樣子 對 那我們就 知道就是說 在2000多年前 那個 野豬的DNA序列 當時的野豬的DNA序列 跟現在目前的那種 現身野豬的序列 是一樣的 在同一個類群 那我們就知道說 台灣有原生的那種野豬這樣 對 那 但是 在原住民部落 這樣子去研究 好像沒有辦法完整的去做台灣的整個島嶼的野豬的研究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好像有一個東西很缺乏 就是要到野外去拿到樣本 是重要的這樣 對 那其實我那運氣還蠻好的 就是 大概是在 就是民國98年 97年的時候 剛好 平科大野保所 他們開第一個 就開設第一個就是 就是野外研究 野外的那種就是 研究的安全訓練這樣子 對 那所以 在他們第二年的時候我就報名去參加 那很可惜的這邊 有沒有看到 就是8月8號 就是八包風災那一天 就是 剛好去參加的前三天四天的時候 第四天就遇到八包風災 所以就提早就結束 那後來我隔年又去參加這種野外安全的訓練 那這個野外安全的訓練就包括 就是教你怎麼到山上去研究的時候 要確保自己的安全 然後要怎麼去做研究 包括就是無線電的一個追蹤 那還有包括就是怎麼去急破渡河 困難地形通過這樣 非常非常的實用 但是我那時候去參加的時候是認為說 我只是來這邊稍微就是 學一下基本功 那個就是急破渡河應該用不到這樣子 然後他還有 教我們怎麼叫直升機 你知道嗎 就是當你有危難的時候 怎麼去叫直升機 怎麼跟國說中心去做聯絡這樣 那些東西我回來之後 就把它擺在實驗室的那種就是書架上面 沒有想到這事實上是蠻實用的一堂課這樣 那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跟 就帶著學生開始慢慢的就往野外去 那我發現我的學生通常進來都是要做 細胞生物學 都不是要去做野外 所以每個被我帶出去 每個臉都很臭 每次帶出去他們就 他們就 就把它當作去玩 然後第二次我要讓他們出去的時候 他們就從來不跟我出去這樣 所以每次都是我自己出去 對 好 那這個就是後來 後來就是我們在研究的時候 我們需要野外的樣本 那野外的樣本很重要的 就是 就是 很容易 比較容易獲得的話 就是 趴蟻 趴蟻 所以我 我那時候就開始上山 然後怎麼去認識 就是 野豬的拱痕 野豬的一些受盡痕跡這樣子 那最重要的話 就是要找到野豬的大便 我想請問一下各位同學還有我前輩 你們有找過野豬的大便嗎 怎麼找 我跟你講很難 但是有一個地方可以訓練你們的 就是湖山植物園 湖山植物園的話 要 那個 就是 要 對著季節 我記得好像是冬天的時候 他們會降遷 它 才會有 然後某個季節的時候它會不見 那很重要大概是怎樣 大概就是 每天早上四點半的時候 你要比 那個 就是一般人早起床 然後你要先知道哪邊有豬的拱痕 然後呢 你要到那個 有豬的拱痕的地方有沒有 早上就會站在那邊 然後要在下風處 要開始聞 對 然後聞到有豬的大便 就開始去找這樣 對 好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從 就是 大午山區 然後還有就是玉山國家公園 然後太魯閣國家公園 還有那個海岸山脈 一直到就是 就是大同鄉 整個領域就開始慢慢的 去擴展 然後去把這些 遺傳 樣本慢慢把它收集到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 那個整個研究團隊就慢慢的 在 這某個領域就慢慢的 有名聲 有名聲的地方的話 就是我們就是跟人家講說 我們是百步蛇隊 看起來好像很猶猛 對不對 事實上是不是 我們是走一百步 然後蛇耶蛇耶蛇耶 然後找大便這樣 一百步 然後蛇耶蛇耶蛇耶 叫百步蛇隊這樣 後來 有人也把我們叫做 文史工作者 大家要問大便 所以 其實 台灣的中大型哺乳動物 有沒有 小型哺乳動物的那種牌医 怎麼辨認味道什麼樣的話 我們後來就 慢慢的訓練 一套就很厲害的一個功力這樣 對 那怎麼去 怎麼去研究 豬的那種就是 起源 怎麼去研究 那種整個擴散 那當然就是 不只 從考古遺址 那你應該要去從一些 就是其他的證據 那我們的證據的話 大概就是DNA 序列跟DNA條碼 那一樣的話 我們就是從這些 就是排譯裡面 或者是從骨頭裡面 甚至血液裡面 然後我們就是把DNA抽出來 然後 有一種方法是 做進行序列分析 那另外一種方法的話 是做基因型分析 或者是那個 就是點突變的那種分析 那我們就把那個 DNA序列把它分析完了 DNA序列的話 大概就是GATC 四種 所以分析的那種 就是原始資料的話 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所以 比如說這個 DNA序列上面的密碼 大概是這個 長得這個樣子 那我們會 就是累積很多的那種DNA序列 那之後就會變成這樣一個條碼 對 那這個條碼的話 很像你們現在 目前如果進任何的一個 設施場域的時候 你們就要逼 有沒有 你到哪個地方去 大概就知道 那現在的話變成QR Code 對不對 在我們那個年代的話 已經做到這種地步了 對 然後 還是要必須讓你們知道說 怎麼去看氫緣關係術 因為等一下的那種 所有的研究都會跟這個有關這樣子 對 那氫緣關係的研究 大概是我們把序列分析完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 的一個就是講解 但是事實上計算起來 有各種不同的一些模式 跟量測的方法 所以 我大概介紹一個比較簡單 就比如說我們分析的 某個基因座上面的十個密碼 那灰兔跟白兔的話 中間有一個不一樣 它的遺傳距離大概就十分之一 簡單來講 那兔子跟豬的話 有三個不一樣 遺傳距離就十分之三 然後我們就會根據這個遺傳距離 那我們就把它畫出一個 氫緣關係術 那 距離比較近的 就在同樣一個類群 叫我們叫單系群 那氫緣 比較遠的話 我們就是 就會突出來 那這個 氫緣關係術的話 縱軸是沒有意義的 那橫軸才有意義 就比如說 魚跟哺乳動物的 共同主線在這個地方 然後分歧成魚 跟就是 哺乳動物或者是 脊椎動物 然後再從共同主線 再分歧出去 這樣子 所以魚跟豬的遺傳距離 是 橫軸這個距離 加這個距離 加這個距離 就等於它的 整個 就是豬跟魚的遺傳距離 這樣子 那種軸是沒有意義的 那 當你畫出 氫緣關係術之後 你必須要用一些統計去驗證 是不是每一次畫出來都是長這樣子 那它的那個統計上 是不是可以支持 所以要去 去 節點進行那種統計的一個驗證 然後去看多少分支 那這個是一個 親緣關係術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建構的一個概念 這樣子 然後 另外一個方式的話 就是看它的基因流向 那我可能要跟各位同學講 就是說 還有就是我們的前輩講 就是說 事實上 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都不會 對 那剛好中央研究院的生物動向性中心 就是有開有關 就是清源演化的一些 就是課程 所以我們就是每一堂課都去聽這樣子 然後慢慢的就跟學生一起 就是去學習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事實上 那也是 就是1965年之後才開始 新興的一個科學這樣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叫基因流向 就是看基因的起源跟流向 那我這邊用人的例子來 來當作一個例子 人類的話大概是從非洲起源 然後之後往歐洲跟亞洲去整個擴散 那假如說我們的起源 一樣的話 人類的話也有十個就是密碼 那起源的話在A這個地方 那他們之後到比如說到印度這邊去 然後有一群人往北 因為這邊有一個高原 在這邊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地理上的一個barrier 過不去 所以他們就往就是蒙古 這個地方遷徙 然後到蒙古這個地方遷徙 那剛好是在630 我們假設分析1000個 那個核甘酸的序列 1000個密碼 那在634這個地方 從C 圖變成G 變成蒙古的一個population 那蒙古人 就在經過那個遷徙 擴散 然後到日本 那比如說 他在某個位置從A又突變成C 這樣子 那遺傳距離大概就十分之二 就是兩個突變點 那另外一群人的話 他會從印度 然後沿著這個青山高原的南側 到就是越南 然後之後到就是亞洲的南亞這個地方 那假設在南海這個族群的話 他是在T這個位置 在911的時候突變成G 然後另外的話 他在947這個地方 從G突變成A這樣 對 他的兩邊的遺傳距離都是一樣的 但是他的演化方向是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種基因的單套型 去看他的整個基因的一些 就是流向的一些相關性的一些分析 大概我今天的演講 大概就是只會用這種方法 來解釋後面的一個東西 那另外的話就是分子中 我們剛剛有一個概念就是遺傳距離 有一個遺傳距離 距離就知道了 然後有一個叫演化速度 那這個是Linus Pauline 就是得到兩次諾貝爾獎的一個科學家 他在1965年就提出來 特定的DNA序列會學著演化 然後穩定的進行突變 然後這些突變的DNA 可以當作內建的生物失蹤 紀錄過去的演化事件 那方法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去紀錄某些化石 一些那個比如說兩棲動物的化石 那你可以從這些化石裡面 你可以去求得一個演化速度 那你有了演化速度之後 因為你本身你剛剛有一個遺傳距離 那速度的話大概是什麼 速度的話就是等於距離除以時間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求出它的分歧的時間 對 好 那諸典研究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就蒐集了台灣 各個地方的DNA 然後另外的話我們也到 菲律賓跟明達納爾去蒐集 它們的考古遺址上面的那種DNA序列這樣子 然後就把它化成就是清雲關係樹 那最早的豬的起源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最早薩薩可瓦的豬的起源是在 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是在Sumatra這個地方 然後呢 慢慢的它往就是 藉著陸橋然後往亞洲大陸去就是遷徙 那一邊的話往西就是一邊往西就是綠色的 然後紫色的這個 然後一邊的話是往東這樣子 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這邊有個叫 Phobosawaiobo 藍羽 就是後來我們在那個大五山有沒有 找到了五坨那個豬的大便 那其中三坨大便的話 它是跟藍羽豬的那種就是 立線體的DNA序列是相似 它有突變 所以我們從這個證據裡面 我們就知道就是說 台灣有藍羽豬的野豬祖先 對 但是我們還沒有在考古遺址裡面看到 那這個是在很久以前 就是很久以前的時候 就是藍羽豬的祖先 就到台灣這邊來這樣子 對 那後來 後來有第二批 第二批那種就是 野豬 再從南島 就是 就是島嶼東南亞 再遷徙到那個整個亞洲大陸 所以其實野豬的那種整個遷徙 在年代上的話 它是有分的好幾批 那另外一批的話 會是在 這個地方 就是灰色這個地方 跟 深藍色就是韓國的野豬 那我們把這個列群再把它放大 就是 這個是藍羽豬的野豬祖先 這很早就分期出來 大概是在90.8萬年分期出來 然後之後呢 就是 之後的話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亞洲的那種 就是東亞的野豬的 比較近的這個類群 然後 分出來的分成兩個 一個是韓國 有兩群 然後另外一群的話 就是包括台灣的這一群 日本 跟韓國 所以韓國的野豬 就是蠻多群的 那再把這個氫圓關係術 畫成整個 就是 就是 演化上的一個劇本 這也都是推論的 那大概在 整個60萬年前 有沒有 那大概是在 島嶼東南亞 在Sumatra這個地方 或者是在 那個半島這個地方 野豬就隨著陸橋 然後往就是台灣 然後往就是那個 印度 這個遷徙 但是很可惜在印度遷徙 這個路徑後來 就沒有任何疊癌的證據 然後往台灣的話 就是我們的蘭嶼豬的野豬 主線這樣子 然後到近期 19萬多年前的時候 現在目前在分布在 歐洲跟亞洲的那種 就是歐亞野豬 有一群就是 直接到歐洲去 然後有一群的話 就會經過台灣 到日本 然後之後有一群的話 就是經過那個 中國 然後之後到那個 就是韓國 所以我們的研究的話 大概 就去解釋 過去就是 台灣的野豬 它的族群上的一個 整個演化的一個歷史 這樣子 對 好 所以 所以 從那時候就開始 慢慢的知道 就是說 原來豬 事實上它是 跟我們想像中的不一樣 它有 有很多的那種 不同的那種 就是演化事件 然後造成現在目前的 那種 現在台灣野豬的一個 就是遺傳結構 那這個跟氣候動盪 跟路橋的行程會有關係 這樣子 好 那我知道大家應該累了 累了之後 我再跟你們講 就是說 現在目前的話 我們的那種 藍羽豬發展到什麼階段 這跟我剛剛的演化 講的演化不大一樣 周老師大概不知道我的背景 然後那個 蔡老師的女兒 事實上 那時候是在 當 台大當醫師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指導的 她研究那個乳腺 乳房的那種乳腺的發育 那我們的那種豬 就是當時在研究這個 藍羽豬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 它的遺傳獨特性 那你如果知道它的遺傳獨特性的話 你就後面就可以去做應用 那所以 就是 我們就把那個藍羽豬 然後經過改良 那在台大的話 就改良成叫做 李宋小型豬 李登輝跟宋楚瑜 不是 李登源跟宋永毅兩個老師 不是 叫李宋豬 不是李登輝 宋楚瑜 是李登源 宋永毅 那這是我們台大的一個招牌 是我們 系上的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小型豬 你看長得很漂亮 每一隻很像白色的小香腸 在上面跑來跑去這樣 那我們把它 就是經過婆物產 把它清淨化 那豬呢 事實上 跟那個 老鼠不一樣 老鼠的話 就是那種類的話 它的大腦沒有 就是明顯的皺褶 平滑 但是豬 猴子跟人的話 它有那種 腦回 所以記憶上的話 就會比那種 涅齒類會強很多 另外的話 就是它的那種大小 事實上 比較能夠模擬人 可以去做 很多很多的那種 就是 模擬人體的一些 疾病的一些試驗 對 那 我的另外一個工作 你們會發現我是斜槓 很多斜槓 我的另外一個工作 就是養豬賣豬 所以 我今天開過來的車 那台車的話 就是平常都是 就是 人做的 但是有時候會變成賣豬的車子 會再豬去賣這樣 對 那我們會把豬去 所有的生理 解剖資料 我們會用現在的那種 就是 儀器把它建構 那台灣有一個 很重要的實驗場域 叫做那個 就是 實驗研究院 在竹北 那它有一套的設備 不是一套 就是 一整系列的設備 是給 給 中大型動物用的 不是給人用的 但是它用人的機器 比如說這個是CT 腦血管噪音 所以我們就把豬 所有的結構 就會弄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這是李宋珠的心臟 對 那這是整個李宋珠的CT的那種 就是 它的那種 整個模組 那這個是 焦大的 焦大陽明的一個實驗 就是說有很多人 那個 血管可能 就是 比如說 那個 洗腎吸久了之後 血管可能會壞掉 那必須要一個 就是 人工的血管 但是人工的血管有時候又 不符合那種動力學 所以他們就用3D列印的方式 然後去把那個血管列出來 但是必須要知道 這樣的血管的材質 容不容易阻塞 那是不是動力學 是不是符合 所以他們就把兩個人工血管 架接在那個豬的 就是 頸部的一個 就是 那種 血管上面 然後再定期的 去看 那個 這個材質適不適合 這樣子 對 另外的話我們也做了一些 腦心智的那種研究 所以我們對大腦什麼都非常的那種 就是了解 那豬跟人很相近 所以豬可以跟人去玩很多遊戲 那比如我們來看一下 我快一點 我們的豬非常聰明 就是 你叫他轉圈圈 他就會轉圈圈 然後 然後 那你叫他在他的那個腿上走來走去 他就會 好 然後另外的話 我們也會 讓豬走T型迷宮 比如說 正方形會往右邊 看到正方形認知 看到三角形就會往左邊 那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把門打開囉 好 然後他就開始走過來 然後看到正方形 好 他就往右邊 這樣是正確還是 那所以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豬來去模擬認知 讓豬來做很多人的 那種就是 認知上的研究 包括就是成癮性啊 藥癮啊 酒癮啊 什麼之類的 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從豬的研究 開始就 整個歷程之後 從開始到結束 就看起來就是說 豬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動物 平常在農場上豬沒有毛 通常都是 我們沒有管理的很好 讓牠產生皮膚病才沒有毛 那豬 事實上是它的毛髮是非常亮麗漂亮的 所以當你們在看一件事情的時候 不要 就 聽了別人的話 就是說 笨豬啊 什麼之類的 事實上豬很聰明 只有一向就依賴別人的眼睛 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觀看世界的人 才不會這麼認為 這個是那種 就是 國外的一個很著名的那種 就是動物學家 他所講的 對 好 所以 整個 那個 前半段演講之後 你們發現到 人與豬的相似程度 比豬 願意承認的還高 這樣子 然後如果 接下來有人 罵你是 你是豬啊 這樣子 你會告訴他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 極高的一個讚美 這樣 對 那整個研究裡面 就開始 因為 2006年去台大 你知道 台大 裡面的人聰不聰明 台大裡面非常聰明 但裡面的人 也很多怪咖 你知道 對 也很多怪咖 那 就是非常奇怪 所以 其實在 校園裡面 就是說 如果在校園的圍牆裡面 外面的話 有個壞人的話 校園的圍牆裡面 一定會超過 超過五個壞人 而且吃相會更難看這樣 對 對 所以 所以在研究裡面的時候 發現到就是說 有時候你為了 轉換那種心情 你可能就會開始 往野地去跑 那 反而就是野地 是變成一個解脫這樣子 對 所以 所以 他在寫動物農莊的時候 他有講過 就是說 沒有像其他的動物 像豬一樣 在人類的語言中 存在一些生缺 又矛盾 又美麗 又醜惡 等等的東西 就是把它加注在豬身上 事實上 自己的話 有人都把自己的那種 貝類的那種想法 投射在豬上面 反而 我們在豬的身上 看得 看清楚 就是自己的影子 這樣 對 那重點就是說 整個研究的話 你要讓 豬有沒有變得非常的獨特 一個很平凡的東西 變成不平凡 我覺得這樣就成功了 這樣 對 所以豬開始慢慢的 帶我離開研究室 然後開始帶我就是 認識不同時間尺度的一些 就是 人 事 然後 物等等的東西 那這邊所看到的話 是一個 南科遺址裡面的一個灰坑 就看到這垃圾堆 然後這邊有很多 貝殼 甚至裡面有很多的那種 動物的那個遺留 對 那這個是其中的一個動物的遺留 然後挖出來的 你們有看到這是什麼動物嗎 你們可以判斷得出來嗎 這個大概就是陸科動物 對 當你們看到這個陸科動物之後 我們開始在跟考古學的老師合作的時候 那些老師就開始了解說 我們可以用DNA去解釋一些事情 然後他們就問我說 這個到底是水路還是梅花路 你們看得出來嗎 所以當時跟軍相在開始在合作的時候 就開始在討論這個東西 怎麼去看這樣子 對 然後 所以 要去解釋那個遺址裡面的路 到底是水路還是梅花路 甚至山江或者是那個長中山羊 它必須要更進一步的一個資料的收集 跟資料庫的一個建立 那當時我想到的一個就是說 如果要回答那個到底是水路還是梅花路 那必須要建立就是抽取水路梅花路的一些DNA的那種技術 然後必須要有這些遺傳樣本才有辦法 所以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養露協會 那養露協會的話他們在做什麼 就是他們專門在賣台灣沒有入肉的市場 都是入榮的市場 對 那就去找那個 就是那個養露協會 然後就從他們割下來的 甚至一點點入榮去抽DNA這樣子 對 那我們再往下來看 我們先往下 對不起 好 另外的話 對不起 這邊有點跳 好 所以要知道那個 就是遺址到底是水路還是梅花路的時候 那必須要去建立就是 就是那個 抽取DNA的方法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就是養露的朋友就 問我們團隊說 那你有沒有辦法去鑑定 這個露榮是台灣水路的 還是外來種的那種就是 紅露的露榮 原來就是不同的領域它有不同的需求 因為台灣的話是 之前跟紐西蘭開始有一些貿易協定之後 台紐貿易協定之後 那紐西蘭的紅露就可以進到那個台灣來 那紐西蘭的紅露呢 它是吃肉 它不吃鹿熔 所以他們可以用就是很便宜的那種價格 來跟台灣的水路的鹿熔去做競爭這樣子 所以鹿熔它希望就是 能夠有個方法可以去鑑定台灣水路 對 那口古界的老師 他希望就是能夠去鑑定那個 椅子中的鹿骨 到底是水路還是梅花路 那古人就是 椅子中的些人用水路比較多 還是用梅花路比較多 那這個的話必須要用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通常的話就是用一個叫 推論族群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建立 就是鹿的一個資料庫 比如說紅露 梅花路 跟水路的資料庫 然後當我分析出來這些DNA之後 然後再去回去跟這些 推論族群去做比對 那我就知道它是什麼路 比如說這是梅花路 比如說這是水路 那這隻路的話可能是 就是雜交或者其他種路的話 就不在我們的族群裡面 那重點就是你要收集到 所有的那種路的資料 你才有辦法去做這種推論這樣子 對 好那我們再往下來看 好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在想 那怎麼收集到台灣水路的所有的樣本 然後台灣水路它的那個 漆地大概是在海拔 2000到3000公尺左右 所以一定要往高山上去做 那個去收集樣本才有辦法做得到 好所以開始 我們研究室又開始從淺山的環境 然後開始往就是比較高海拔的環境去 去探索 對 那這個是IUCN它所公佈的那種 全世界水路的分布 那水路看起來的話它也是熱帶起源 大概是在印度 然後越南台灣 還有就是印尼 Smartra這個地方 所以它是一個熱帶起源的一個物種這樣子 對 那所以路的研究的話 我們就開始往高海拔去做那種就是研究 那另外的話就是梅花路的話 就台灣大概只有一個地方 會比較能夠獲得也叫比較能夠信賴就是什麼 墾丁國家公園的那種就是梅花路的保育族群 那另外的話後來我們發現金門也有一群 還有媽祖大邱也有一群 所以我們就從整個研究範圍又拓展到那個墾丁國家公園 然後拓展到三個高山型的國家公園去這樣子 那 國家公園 那這時候就看到我們的研究跟他們的東西會有關 所以國家公園的交派的任務就是說 那你有沒有辦法幫我們去做台灣水路的整個 就是遺傳結構的那種就是分析這樣 對 那所以我們就往就是更遠更高的山去做探索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喔 我有很多學生 但是可以肯跟我第二次上山的 好像幾乎都沒有 就是去一次之後就把我放棄了 然後都是我自己要上山 像我明天的話就要去塔塔加 好我們再往下來看 好這是在齊萊 這是在雪山的那個到翠池的碎石坡 這是齊萊 對 然後 你要去找那個水路的樣本的時候 你要知道水路的習性 不然山上那麼大你怎麼去找 對 那這時候文史工作者又來了 你看這邊有兩個研究人員 他們不是在上廁所 他們是在找水路大便 那這個是在水山翠池的伯克爾草原 那我們會去看 其實你看一下這邊有一條路 這邊有些路 其實站起來跟我們的人一樣高 所以他走過去的時候會有一個獸鏡 那我們就會在獸鏡裡面去找 所以水路的大便 反而是就是好找 比那個野豬的大便好找多人 因為他可以看到路 然後不用在那邊站著然後穩這樣子 但是我們在那個 在山上的時候發現到就是說 冬天上到高海拔的山上的那個路的 那個排魚都是乾的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那等一下我再講 所以我們會收集到路的排魚 然後會把GPS的點位把它記下來 然後之後再分析這樣子 對 那到山上去的時候 事實上剛開始真的非常的不適應 就是你看我的體格 還沒爬大概就比人家背多20公斤的肉 所以每次爬山就會覺得非常的那種 就阿扎有沒有 然後開始準備東西的時候會覺得 哇真的是有沒有 又快抓狂 然後又很多事情又很多課 然後跟兩位老師報告 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課 我這些事情 就很多課這樣子 對 那所以每次爬山就是剛開始一兩天都是非常 前兩天都非常的累 而且非常的就是不適應這樣子 然後很排斥 但是到第三天的時候就放棄了 為什麼 因為電話就打不通了 那什麼東西也不能做這樣 所以我就在 就是 剛開始爬山的時候 我記得這是2011年還2012年 就是第一次到那個雪山翠尺 那時候是11月25號上去 然後28號下來的樣子 那下來的路途上面的話 11月28號清晨 就走一走走一走之後 你看11月喔 那時候當年的第一場雪 對 那其實 越爬越走 然後越怎麼樣 越感動 就說我竟然在台灣 然後都沒有看到下雪 然後在這個地方下了雪 然後那個 後來我就打電話給那個 國家公園的那種夥伴 就說我在這邊遇到第一堂雪 然後 國家公園的夥伴就跟我講說 你得到三神的棉票 對 可以繼續再做野外的研究這樣 但野外的研究並不是那麼順 野外研究事實上就是 事實上隨時都可能會發生事情這樣子 那這個是也大概是2000 就是2011年 2011年的事情 就是我的研究團隊 他們從那個陶賽西 就太魯國國家公園的中間 心臟的地方 然後往就是南湖大山 去蒐集水路的排椅這樣 他們到那時候也是11月底 12月初上去 那天我記得大概是9天的那種行程 結果他們爬到一半的時候就開始下雪 一直下雪 一直下雪 那我在那個 就是 山底下就是待命 然後每天就跟他們 就是用微信電話聯絡這樣子 對 然後 超過9天的時候還下不來 因為他們到南湖山路的時候 那個水 那個水已經變成冰了 已經結冰了 那那時候我有請一個教練 就跟著他們 因為我怕危險 結果我知道 大概是在後面幾天 他們食物都用完了 然後我記得那天是星期天 星期天 早上我就去實驗室 然後我在想說 一大早我就要去廁所 那個就是 上車就休息一下這樣子 結果電話就來了 大概是六七點的時候 就很早 然後電話就來了 那個教練就跟我講 小豬 教職生機 那時候就 差點從那個馬桶掉下來 叫直升機 我怎麼會 就趕快打電話給 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說 不行還是要我 我叫直升機 所以那時候就第一次叫 國收中心的人 然後去把我的研究人員 載下來 對 其實他們都是非常的 有經驗 然後 都是非常的那種 就是禁止 因為直升機不能 不能在那個 就是不能掉掛那個背包 所以他們就把樣本 整個就丟在南湖山屋這樣子 那下來之後再整理一個禮拜 然後把那個 雪裝裝備完了之後再上去 然後再背下來 所以一個人是背兩個背包 對 你看這邊有個露骨 所以 除了就是研究經費很少之外 就是必須要有那種 在山上能夠耐得住 那種就是那種 髒 累 然後批划 飢餓的這種 這種 才有辦法 對 那很幸運的話 就是我們把那個 台灣水陸的那種 整個親吻關係術 把它建構起來 好 那我們大概看一下 我就是把它 就是它分成兩個類群 那滿好玩的一個類群的話 是只有在中央山脈 然後 這個類群分成兩個 就其中一個類群 又分成兩個次類群 那分配在中央山脈 跟太魯閣國家公園這邊 然後上面這個類群的話 只分佈在太魯閣國家公園 跟雪霸國家公園這樣子 對 那後來我們再去看一下 其他的那種 就是 研究台灣的 高三型哺乳動物的一些文獻 那這個是特森中心 張世偉 博士他所研究的那種 條文松鼠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那個條文松鼠也是南北分群 橘色群跟黃色群 然後它的交界處 剛好在 大概是在和灣山 齊來這個地方 對 然後另外的話 就是還有就是 短尾曲 就是那個 台灣的燕鼠 那這個是 應該是東海大學的那種 學生做的 那一樣的話 就是 南北兩群 它的交會的地方 剛好是在和灣山 那這個時候大概是 那個 應該是 那個 在 某個時間的時候 他們會是在 就是南北兩群 那某個時間的時候 他們會聚在一起 對 那和灣山這個地方 就變得非常好玩 就是說 為什麼台灣的一些動物 就是分成南北兩群 然後大概在和灣 這個地方 它會 整個 就是交界 那大概 如果是 高海拔的物種的話 大概就是 尖兵棋的時候 它會跑到 那個比較高的海拔 那兵棋的時候 往下擴散 然後又再 接觸再 在一起這樣子 那到底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 整個族群的擴散 然後 線縮 擴散線縮 對他們 到底好還不好 那可能就是一個 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想 就是一個議題這樣 對 那我們 要解釋 台灣水陸為什麼分成兩群 為什麼這些 動物 那個 就是高山型的這些動物像 會分成 南北兩群 那我們要去從 過去的一個 氣候變遷去看 那台灣島 台灣的整個島 它是屬於霞場 所以它有不同的緯度 然後又有不同的 兩個山脈 然後上面這張圖 是那個 就是中研 地科所陳中華老師提供的 那這個是年代 最近一次的那種 冰河時期的開始 大概是在13萬年前 那溫度大概下降 大概是 8到 10度左右 這是 大概是最大生兵期 然後之後 溫度就抖升 在最近的1萬年前之後 抖升到現在目前的 那 那個 尖兵期的時候 植物會往 就是比較高的海拔去 就是攀升 但兵期的時候會下降 那植物下降 動物就會跟著下降 因為動物吃植物 植物就會跟著下降 所以這個氣候 地形 跟 就是 植被 好像有一個很緊密的一些關係 然後互相牽連這樣子 那我們再去看 整個 太魯閣國家公園 那種整個地形 那這邊大概是 河灣山 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齊萊 磐石 這邊有一個就是 山的能線 再過來 然後過來的話是 碧綠 然後五米尖 之後南湖大山 然後再過來 所以 太魯閣國家公園 這個 就是變成一個峽谷地形 那我們再來看 好 那這個峽谷地形 為什麼會造成就是 南北兩群的水路會不一樣 所以 我們當時就是在2014年的時候 就跟那個 就是王寅老師 顏世欽博士 顏世欽老師 我們就在 那個 漆萊磐石的地方 就開始進行 那個水路的捕捉 跟寄放這樣子 然後要來看他的活動模式 所以我們在水路上面 就會掛那個 GPS的一個項圈 然後我們發現到 就是說 水路在 天氣冷的時候 它會降遷 甚至 一天內 它會從 3200多公尺 降遷到 1474 那所以 我們才還 原來我們 冬天去高海拔 收集那個 水路的大便的時候 為什麼是乾的 因為他們冬天都是 降遷到 比較低的一個地方 這樣子 所以 水路 它的生活 就是 它會有 就是冬季降遷的一個習性 這樣 然後再回來 就是 那 那 怎麼去解釋 過去 那個太魯閣國家公園 在 冰期的時候 那個 植被降遷了多少 那後來我們就去找 那個 劉萍妹老師 就台大那個地史手 劉萍妹老師 然後劉萍妹老師 他是用那個 發粉 去做那個 就是 當時的 就是 年代的那種 植物的那種 就是 林象 然後推論 過去 在那個地點 到底有哪些植物 在那個地點 比如說 蒸葉林它如果下降 你就可以找到 那些 蒸葉的那種 蒸葉的林樹的那種 就是包子 那 就是 發粉 然後 它會 慢慢飄到那種 就是土壤表面 那 最好的地方就是什麼 湖泊 因為湖泊不會有人 人的勞動動物的勞動物 所以它就會慢慢的沉積下降 所以湖泊裡面的那種 沉積物 就變成一個 追溯過去的那種 氣象的那種 氣候變化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證據 這樣子 但是 我們從劉萍妹老師的那種 過去的研究 在不同的 像日月潭 其他的那種 就是泥沼地 所挖出來的那種 發粉 他們推論過去的那種 就是冰河時期 山上的那個水線 就是 上面的話 就是 湧洞 就是洞 大概是2700公尺以上 大概就是一個洞 這樣子 對 所以水線跟生物避難所 大概就是一個 我們的一個假說 假說水線的話 它應該是 會在這個地方 然後冰河時期的時候 因為過不去 有些動物過不去 就會降嵌到這個峽谷 然後變成一個生物避難所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那個 蓮花池裡面去鑽這些 就是 湖底層積物這樣子 然後定年到過去 大概是 可以抓到 14000多年前的那種 就是 那個發粉這樣 但是這個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分析出來 對 那所以 好 然後另外的話 這個峽谷還有一個 很大的疑問就是 那在這邊的話 水路會不會從旁邊 繞過去 所以我們就再去找那個 陳文山老師 去看 台灣以前過去的 那種整個 台灣的樣貌 原來在那個 冰河結束之後 那個海平面上升 其實 在一萬多年前的時候 台灣事實上 這些西部 還有東部的一些 衝擊傘都還沒有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 是 東邊的這邊是 比較狹窄的 好 所以我們就 提出一個假說 那這個假說 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在冰河時期的時候 在太魯國國家公園中間的話 形成一個 就是冰河的避難所 那有些 那個生物就 沒有辦法 跨越 這個 一些障礙 所以在這邊就開始 就是分化 因為 因為有很強的 那種選拔上的壓力 好 所以 水路可能 在煎冰河的時候 來到台灣的中央山脈 好 欸 對 不是 在冰河的時候來到中央山脈 好 然後之後擴散 好 然後在下一次冰河的時候 因為有個水線 好 所以它就被局限在那個 太魯閣的峽谷 好 那當 欸 冰河退去 然後那個 那個界線不見的時候 它就 就是 就是會 就是聚集在一起 然後產生雜交優勢 然後有一些跑到那個 雪山山脈這邊來 然後再 慢慢的分化成 就是 另外一個遺傳特徵的那種水路這樣子 大概我們的模式 大概是這樣子 對 那研究到 這個階段的時候 就開始 就是 有更多的那種 就是夥伴 然後認識 然後就開始有一些合作 那包括就是我們跟華美秀老師 就開始在研究那種 就是台灣黑熊的那種 就是 它的遺傳結構 那台灣黑熊的話 它是中低海拔 就是 中低海拔 大概是 中海拔的那種 就是 那種動物 然後它的 那個 就是活動能力非常非常的強這樣子 那在台灣是不是 它有分群 那很可惜的話 就是 台灣的那種 就是研究 就是能夠拿到熊的樣本的那種 就是熱點 或者是熊 比較能夠群聚的熱點 大概就是 玉山國家公園 跟就是大雪山這個地方 比較能夠就是 採到熊的那種 就是一些遺傳樣本 那 丹大這個區域 泰魯閣這個區域 幾乎要拿到樣本 非常非常的困難這樣子 對 那這時候我們就是用 那個 核的DNA 當作遺傳標記 然後去把我們抓到的 抓捕捉到的 抓到的 然後去做那個 就是族群上的分析 他發現 那個 台灣的那種熊 大概分成兩群 右邊這一群的話 這個是PCA的分析 PCOA的分析 右邊的話是在 玉山國家公園的熊 然後左邊的話是在 雪山 山脈的末端 大雪山的熊 那它有明顯的一個分群 那後來我們就 再去做那個 編派的檢定 那檢定的時候 發現台灣的熊 大概在遺傳上 大概可以分成三群 那這邊可能要稍微講一下 這邊的話就是2014年的時候 剛好我們獲得科技部的一個 就是計畫 兩年期的計畫 那錢非常少 就是三個團隊 然後一個團隊 我記得是120萬吧 然後要抓20隻熊 然後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那我們的任務就是 去分析華美秀老師他們團隊 從那個山上蒐集下來的 那種熊的排役 我記得是800多分的排役 那我們總共分析了100 從排役裡面 大概分析了 大概130幾頭的那種熊的個體 然後再加上捕捉的個體 那這邊有159頭熊 那我們就去做分派檢定 它就是 把它就是遺傳精英型 然後精英型頻率去做分析 然後再把它做分派 結果統計上它是支持三群 就紅色的 跟綠色的 跟藍色的 那這怎麼看呢 就比如說這隻熊 它被編派到綠色的比例是40% 被編派分配到那個紅色的是60% 這樣子 那大概是分成三群 那滿好玩的地方就是 大雪山的族群 是在所有的族群裡面的一個小的分支 所以我們後來的推測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台灣的熊應該是來到中央山脈之後 從亞洲大陸到中央山脈之後 然後之後往北擴散 然後之後再通過一個地理屏障 到那個就是雪山山脈這個地方 那很可惜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還缺乏什麼東西 我們還缺乏中間的一些樣本 我們缺乏就是比較多的那種證據 來支持這樣的一個講法 那這是台灣黑熊的研究 所以我們從高海拔 然後又降低到中低海拔 然後又把丹大的這個地方 不是丹大 就從玉山國家公園 然後那個比較低海拔的地方去做研究 然後延伸到大雪山這個地方去做研究 那這邊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沒有辦法介紹 瑟蝦貓跟石虎 那後來我們有一段時間 我們是去做陽明山的那個瑟蝦貓 聽過嗎 你們想一想 然後玉山國家公園你們想到的哺乳動物會想到什麼 黑熊 對不對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 墾丁國家公園呢 梅華路 好 那個太魯閣 水路啊 水路啊 那那個呢 台江 黑麵皮路 對不對 楊明山呢 水牛 水牛是家養動物 好 楊明山有個金絲蛇 還有就是瑟蝦貓 OK 我之後有機會再來跟你們介紹瑟蝦貓 所以接下來要跨到另外一個物種 叫做 三郊魚 對 那三郊魚的話就是有很多人來幫忙 三郊魚有很多人幫忙 那我剛剛講過 事實上我的研究的歷程裡面有很多是意外的那種旅程 那三郊魚就是其中的一個旅程 那 三郊魚研究的話就是 其實就是我認識的一個朋友叫做賴俊祥老師 對 那就是這位 賴俊祥 那賴俊祥老師是 呂光老師的學生 他是研究台灣三郊魚非常資深的一個老師 然後他每次看到人就是這種笑臉 有沒有笑笑的 好像什麼東西都好這樣子 然後他跟學生感情非常好 然後學生常出差完回來之後 吃不掉的東西就會往他的辦公室堆 然後他很像那個 很像一個那個 很像就是能夠把那個食物消化掉的機器 然後就把它吃掉這樣 然後做很多事情 他都是自己就是把它承擔下來 對 2016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打算到齊來 就是回收一支掛景圈的那種水路的那種就是項圈 他還有做一些水路的調查 然後那時候也是希望能夠跟賴老師上去 因為賴老師一直跟我講說 那個三郊魚的分布都是在河流往台灣海峽 往西的河流的源頭 他們還沒有看到在往太平洋的西流源頭找到三郊魚 然後他想去就是看看 這個三郊魚有沒有跨越山上能線的這個能力 這樣子 然後來研究三郊魚的整個 就是在台灣的一個演化的一個歷程 這樣 對 我們到成功山屋的時候 就是第一天的行程到成功山屋 第二天的行程到成功山屋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拍到這隻三郊魚 然後那個 那老師就到我的 因為我沒有看過三郊魚 然後他就到我的那個耳邊就跟我講 小豬老師你有沒有看到三郊魚在微笑 有沒有看到 對 那就是很可惜的就是賴老師 這次上去之後他就沒有回來了 對 那沒有回來之後 其實我們那時候就是 就是非常難過 然後那時候 因為發生了就是 這麼重大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一直沒有辦法說服我自己 一個老師 然後把人帶出去沒有辦法帶回來 對 那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 之後的話 就是 就讓老師 這樣子走掉 然後後面沒有人去做他的研究 那三十年之後 如果再遇到 人家問起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怎麼去回答 那後來這幾個學生 就是這幾個受醫師 方祥 還有聖文幼子 他們就跑過來跟我講說 老師 我們還是希望把它做完 這個三郊魚的研究 對 所以從那時候我們就開始 進到那個三郊魚的研究 那你知道嗎 從有毛的動物 研究到無毛的動物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對我從來不知道 就是我剛開始 就是那一年2016年的六月 老師掉下去之後 我們馬上要做其中報告 然後後面還有其末報告 那我那時候連那個 家裡的那個 壁虎跟三郊魚 我都還沒有辦法去區分 那怎麼去做這種研究 所以 開始就 除了就是把老師的東西 把它完成之外 就開始在想 台灣三郊魚到底有什麼重要性 那它的一個 比較相近的物種 就是櫻花溝爾龜 你們可以想出來櫻花溝爾龜 有什麼特性 三郊魚沒有的嗎 除了名字不一樣 除了物種不一樣 它是冰河絕衣動物 對不對 三郊魚也是啊 那它有什麼 三郊魚還是特有種 它還是牙種而已 為什麼你們都不認識三郊魚 這是很奇怪 一個是什麼 所以 所以 所以保育 原生三郊魚的 有什麼重要性 其實三郊魚很重要 三郊魚是在 就是森林的底層 然後溪流的旁邊 然後它會去吃森林底層的一些 昆蟲 那些昆蟲可能是對森林有害 那它可以去連接水系 連接土壤的一個很重要的一些 就是一個兩棲的一個動物 那另外的話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台灣的三郊魚 它有五個特有種 那台灣的櫻花共穹龜 只有一種 所以如果你要去看過去的氣候變遷 河流的變遷 還有物種的演化 事實上三郊魚就變成一個很重要 而且非常好的一個模式 對 所以因為它古老 它散步很多 所以可以告訴我們 更多以前台灣的一些事情 三郊魚事實上講起來 它就是兩棲鋼 有尾木 它事實上就是 有尾巴的青蛙 簡單講起來 它住在海拔比青蛙還高 它是屬於小泥科 小泥鼠 那小泥科的起源在哪邊呢 這個是國外的團隊所研究的 它不是中國大學的團隊 應該在美國的團隊 然後它研究小泥科的整個起源 原來小泥科的起源是在 大概是比較靠北邊的亞洲的北邊 涵蓋一些歐洲這樣 然後小泥科下面分成就是九個鼠 然後我這邊用編號 那我們的那個三郊魚是五號的小泥鼠 那這個地圖的話就是 黃色是沙漠 然後紅色的話是那個 青抗戰高原 所以五號小泥鼠 大概是在韓國 日本 華中 跟台灣 那 過去的研究 這是理智學者 他在Plus1所發表的 他把那個小泥科 的那種就是 所有的小泥科 都化成一個親緣關係樹 那台灣的物種在這邊 楚南 阿里山 南湖 台灣 跟關霧 在這個類群 然後他們發現到 我們來看一下 就剛剛這個 整個小泥科的起源 應該是在 就是亞洲的北部 跟歐洲 然後他們發現到就是說 最早從小泥科分出來的小泥鼠 是在 這綠色的話 對起藍色的話 從日本這邊出來 日本西南 這個地方 然後出來 之後 分歧成 最早分歧到台灣 這台灣這個類群 然後再慢慢的分歧 然後之後 再變成韓國 然後再分歧成 就是中國大陸的那種類群 然後 對起韓國 然後中國大陸是最晚分歧出去了 所以他們就用分子中畫出這樣子一個故事 大概是在 中心寺的時候 對起死心寺的中期的時候 大概是 三千四百萬年前的時候 小泥科 小泥鼠 應該是在 日本 尤其是從日本西南這邊起源 大概是在 中心寺晚期 建興寺的早期 大概是在 三千四百萬年前的時候 建興寺的早期 大概是在兩千三百萬年前的時候 日本在跟韓國 跟華中這邊去做接觸 然後分別 遷徙到韓國 然後到華中 就是解釋剛剛的那個親緣關係數 然後五百三十三萬年前至今的話 就是保持現在的一個樣子 所以台灣的三交椅子 從整個小泥鼠裡面 是比較早分歧出來的 那它的分化事實上 有很多很多的那種就是 台灣的三交椅子為什麼會形成五種 它有很多 現在目前有很多的假說 但是都期待 你們跟我們團隊 或者是你們跟未來的新團隊 上去做解釋 因為這個非常難 那根據呂光老師 他之前的我們的討論 他認為就是很早以前 那個三交椅子來到台灣之後 然後經過造山運動 來到台灣之後 本來是比較平緩的那種山 然後經過造山運動的話 有些下切 變成比較溫暖的河谷 有些就是山脈隆起 然後變成現在三交椅子的一個 就是五種的類群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解釋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解釋 就是等一下講的那種親吻關係術 另外的話就是台灣 在三千四百萬年前的時候 已經形成一個島 面積夠大 事實上還有很多需要去討論的地方 那三交椅子就是蠻好玩的 你們知道三交椅子可以活多久嗎 贊成兩年的請舉手 十年的請舉手 二十年的請舉手 我們的 在日本的話大概二十年 他們認為大概可以活二十年 那在我們的紀錄就是我們在 阿里山 森林遊樂區 還有在玉山園風 有找到賴俊祥老師 十年前所標的那個三交椅子的個體 所以他至少可以活十年 所以他可以活很久 然後他是上市兩棲 他大概是在冬天的時候 大概是在冬天末春天之後 就是下雪 開始雪融的時候 他會跑到那個就是流動的水的那種 就是淺挖地 然後會在石頭下面去把那個卵產下來 那產下來之後 大概會經過三個月 然後他就會孵化出來 然後再經過三個月的時候 就會變態 然後長腳 然後尾巴不會縮短 因為他是油尾木 然後就跑到陸地上來這樣 好 然後他就在陸地上 然後就除了生殖的時候 才會回到水邊 然後其他的都還會在那個 就是會在那種陸地上 對 然後他有一個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那個附幼的那種習性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河灣山找到的那個 楚南式三交椅的那個軟串 那一隻三交椅大概可以下就是一對 那所以這邊是好幾隻三交椅同時下蛋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隻 楚南式三交椅 他有護染的那個行為 然後他必須下載 台灣的三交椅必須下載那個會流動的水 那個死水他不會下蛋 或者是那個地底的浮流 那蠻好玩的地方就是 就是阿里山三交椅是台灣所有的三交椅 分布最廣 然後海拔分布也是最廣的 然後也是最多的阿里山三交椅 到目前為止 只有一筆就發現他的軟串的紀錄 沒有期待能夠看得到 所以我們認為他應該是在地底浮流下 那個就是殘軟 所以他很多很多研究事實上都還不知道 那這個是在8200到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那個台灣三交椅 然後他在護染的那種行為 就是他會去吃 可能會去吃他 會去攻擊他的那個軟頰的一些微生物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也透過那個Olympus公司的那種就是 就是贊助 我們用那個就是那個內視鏡 然後我們就去看那個護佑的那種狀況 那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隻三交椅 然後他在石頭裡面 在這個石頭底下 這是林春霍老師 我的整個研究的過程 我覺得我的從以前到現在的過程 我覺得我蠻珍惜的地方 就是我遇到了很多就是 對我很嚴格的人 然後對 讓我就是一直想往山上跑的人 對 那我也認識了很多就是很好的朋友 然後適時的就是 在我需要的時候就站出來幫忙 包括林春霍老師這樣 對 那看到三交椅在護卵 對 然後這是林春霍老師他所記錄的 那種三交椅的那種整個 就是生活史 你看他 他會有一段時間會有腮 那長得很像六角恐龍 有沒有 非常漂亮 對 然後之後變成胖嘟嘟的 對 然後之後這個是東勢領館處的志工 他們也一起來幫忙調查 那看到就是剛剛上岸的那個三交椅 8到5 小小的 然後非常可愛 3公分 我說你把它拍起來 OK 好 那三交椅從剛剛的整個過程紀錄上的話 我們就知道它好像跟水蠻重要的 它跟水很重要 所以我從野豬的研究 從水陸的研究 從社交椅的研究 一直到後半段好像已經明明注定說 一定要我去背 把台灣的山脈背起來 把台灣的水系把它背起來 因為它跟水有關 那這是林思敏老師 斯大林思敏老師所做的那個賀樹蛙的研究 然後賀樹蛙研究 它發現它的整個那個遺傳類群 立線體的遺傳類群 跟水系非常的就是有關係 對 那另外的話就是董溝卷的那種研究 那一樣的話就是來看一下 就是台灣的董溝卷的研究 就形成藍色群 然後就是綠色群 跟北部的紅色群這樣子 它跟河流好像有關係 那山脈背跟河流是不是有關係呢 這個研究非常困難 但是好像必須去研究 這是我們研究人員在南湖圈谷 然後下圈谷之後再做調查 所以山脈背之時候也很難研究 是因為它的那種漆地都是會在那種溪流源頭 那你必須要就是有能力到溪流源頭 能夠走到那邊 而且你要能夠走到那邊還有體力去翻石頭 還有做那種研究分析 那這個是我們研究人員在山上的時候做研究 那中間還有動物醫師 因為我們要麻醉那個山蕉魚必須有動物醫師 那這個是武師聰 我們的那種布農族的那種研究人員 那他對於那種就是找山蕉魚非常厲害 那還有聖文幼子 兩個非常厲害的人 那因為我們要操作山蕉魚 所以必須有動物醫師在 那動物醫師的話在麻醉的過程當中 他們都會監測那個山蕉魚的那種 就是呼吸心跳 你們有聽過山蕉魚的呼吸嗎 那山蕉魚的話 那五種山蕉魚它的整個長的型態都不大一樣 那那個關路山蕉魚就everyday 有沒有很像那個75person以上的糖霜 巧克力上面撒糖霜 我們看到看起來非常可口這樣 然後楚南式山蕉魚的話是體型大一點點 那很像那個乳牛 呂光老師講的很像乳牛的斑點 南湖的話是金黃色的 那是目前族群最少的 那台灣這次不是很典型 典型的話應該是碎花 然後那個阿里山是完全是純巧克力的 就是大概是沒有任何的那種就是明顯的斑點這樣 那2016年之後到那個就是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完成賴老師的那種就是 的那種志向 把台灣的整個山蕉魚的分布把它弄清楚 那左邊是水系 就是淡水河流系 那比如說大渡溪流域 那比如說 左水溪流域的那種流域圖 那我來不及 因為學生有幫我做 我來不及把它套起來 所以你們要兩張來看 所以你們看最北的黑色的話是 灌露山蕉魚 然後接下來是台灣山蕉魚是黃色的 台灣山蕉魚是從那個 雪山山脈 一到中央山脈這邊都有 然後南湖山蕉魚分布最少 就在南湖中央間 還有就是在白菇這邊有看到一個跟它很類似的那種 就是遺傳的那種南湖山蕉魚 我們現在目前暫定是南湖山蕉魚 那楚南市的話呢 它就是沿著中央山脈 一直到那個就是甘走萬 那個能高安東軍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阿里山山蕉魚 分布非常廣一直到那個就是北大五山 對 那所以整個那個分布我們就把它就是那個做出來 然後發現關露的話是跟頭前溪淡水河 非常有關係 然後台灣的話就是跟大安溪大甲溪 楚南市的話是大渡溪跟佐水溪 那阿里山的話是高平溪 我們看到高平溪流溪到這邊 還有曾文溪會非常有關係 那我大概實驗關係 我大概是用兩個物種來就是來介紹 這是它的分布 那它的分布海拔也不一樣 關露山蕉魚的話大概是1300到2300 那南湖的話這分布最高是2600到3600 然後也是最窄 那楚南市的話是2400到3400 阿里山是1800到3800 因為在那個氣象站也可以看得到 那一樣的因為我是 這是西胞生物學的背景 因為做那個手術的研究慣了 所以我們就跟那個就是 洞醫師去做那個內視鏡 山蕉魚的內視鏡 去看它的那個金槽跟卵槽 對 那山蕉魚的電腦斷層 它的整個構造我們就把它弄清楚 好那我大概用 楚南市山蕉魚跟台灣山蕉魚 來稍微解釋一下那個 就是山蕉魚的它的可能的演化的一個模型 就當氣候動盪地景 然後的一個交互作用的話 會造成山蕉魚的總化 就它可能剛開始來到台灣 很均勻的分布 然後煎冰期的時候 往比較高的海拔去 去擴散 然後之後被侷限在高海拔的這個地方 那如果時間久一點的時候 它就會分化成不同的那種 就是種的山蕉魚 然後再次接觸之後 它也不會 也不會產生雜礁這樣子 那這個是 種化 但是如果還不到種化呢 還不到就是變成另外一個 的種的時候 那又會產生什麼的結果 所以根據剛剛的親緣觀 就是這個親緣關係數 我再解釋一下 最早的那個祖先 他分成官戶 所以官戶可能是最早分出來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台灣 然後跟南湖楚南跟阿里山 在同一個大類群 那楚南跟阿里山是 就是最近的 所以從北 然後一直到南 它好像有一個次序性 所以有一種就是 推論一它的演化就是從官戶 然後演化成台灣 然後在台灣再演化成南湖 然後在楚南阿里山 這個都是一個推論 那另外一個的話 它是從不同河系進來 官戶它是直接就是成一群 那台灣跟南湖比較接近 阿里山跟楚南比較接近 那這個必須要更多的資料 更多的地理資訊 然後才有辦法去回答這樣 那台灣的話 因為它跨中央山脈跟雪山 所以它是一個變成一個很老的模式 去研究山教育的演化 那剛好它分成兩個大類群 大雪山跟近界山 還有大壩 雪壩跟中央山脈 那我把它變成地圖 大概是這樣子 黃色的這個部分就是 那個台灣山教育的一個分布 然後近界山在這裡 大雪山在這邊 然後它分成兩群 那我們如果用顏色來套疊 這一群的話就是這一群 這一群跟雪壩國家公園 跟泰魯國家公園的台灣山教育 是分成不同的兩群 那就變得很奇怪了 就是說為什麼兩個地理距離那麼近的 那個就是山教育 它會做兩個不同的類的分群 原來在這一群全部都是在大安溪 然後這一群的話 都是在大甲溪流域的那種山教育 那我們再把它化成那個就是 那個基因流向 那大概很清楚的從中間 這邊的話就是 這邊的話就是從大雪山 一直到近界山 然後一直到九九山莊這個地方 有沒有就是這個類群 大概是這邊是大安溪的類群 然後這邊是那個大甲溪格類群 然後涵蓋了那個雪壩跟泰魯格 對 那可能會是這樣子 因為如果是台灣它本身是種的話 它就 它可能是分化 然後慢慢的分化 但是它不是成另外一個種 然後再次冰河時期的時候 它就會雜交增加多樣性 然後下一次煎冰期的時候又分化 所以來來往往的話 維持它的一個遺傳多樣性 然後另外的話 除了這個在山頭之外 我們如果把這個山 翻個九十度來看 如果中央這邊它有一個隔河 西部跟東部如果 它的水溪不一樣的時候 它會冰期的時候往下降 然後煎冰期往上升 所以地理隔離可能會造成 東西像的那種山椒魚 又不同的那種分化這樣子 除南是更好玩的 除南是也是分成南北兩群 OK 那兩群的話 剛好是在 剛好是在那種白池 然後光頭 然後就是以南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就是高安東區以北 分成兩群 那如果根據剛剛的那個 河流決定它的那個 就是可能它的分化 這個很大的因素的話 那理論上它應該是同一個類群 那後來我們看一下 這邊是霧社 這兩個非常近 這兩個河流非常近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去查文獻 就是張師大的那個 楊貴山老師 他寫了 曾經寫過這個文章 那裡面有寫到就是 滬田方郎 就是日本學者 他曾經觀察這個地景 然後認為霧社曾經發生過席朵 那曾經就是 現在目前在佐水溪的 那以前可能是那種 大渡溪的那個 就是滋流 那只是後來被 佐水溪襲奪了之後 變成佐水溪 那這邊是霧社 那如果用現在的 目前的那種 GPS來看 這是霧社 那這是佐水溪 那以前是應該是 跟大渡溪去做連結的 那現在的話 應該是它被 佐水溪襲奪過去了 OK 那這個是從上面往下看 那我們如果再從側面來看 這邊有個凹地 然後這邊是那個大渡溪 然後這邊是佐水溪 所以這邊曾經 應該是曾經 發生過席朵事件 那如果曾經 發生過席朵事件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如果曾經 這邊這個類群 它是屬於大渡溪 這個類群 它是屬於佐水溪 那就可以解釋 我們過去的那個 就是我們畫出來的 親吻關係術的那種 的圖樣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我們去解釋 那這個還期待更多的物種 在這邊去做研究 然後來看看有沒有相同的 那種遺傳結構的一個形式 這樣 好所以 總歸從以前到現在的話 就是慢慢的 就是 經過時間的那種 那個碎煉 然後慢慢的 本來是有頭髮的 開始慢慢變成沒有頭髮 然後體格也變成 就是胖了 然後老友的離去 然後現在我開始 上山的時候 我們反而就是 會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然後 在整個山上的話 就開始 想念過去的老友 然後 還有在山上的時候 就開始會想 就曾經 對哪一個人不好 開始會想自己過去 可能做錯什麼事情 然後 對於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一些 衝突 討論 現在開始慢慢的會 會講說 你說的都對 這樣就好 對 類似這樣子 那所以 在這邊的話 還是跟同學 跟我們的 就是 來聽的那種聽眾 開始 就是我 一個自己的想法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有沒有 那清淨山清淨水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讓自己可以沈澱的一個方式 然後可以去想很多事情 所以 這個是 羅斯里他所講的話 就是說 如果你想追逐天使 還是 你想去追逐天使 還是要逃離那個魔鬼 然後就往山裡去吧 所以山裡的話 可以 就是讓你學習很多事情這樣子 那 山教育研究的話 要感謝 就是鄭聖文 林佑竹這兩個 就是 非常資深的那種 就是 野外的研究人員 然後另外的話 就是吳思聰也是一樣 就是 早山山教育很厲害的 那種就是 布農族的研究人員 那石聖關是他的弟弟 偶爾會來幫忙 那佩偉的話 是那個 台師大的學生 那 他雖然是一個 大學部進來 然後到現在目前在念研究所 那 他是也是把實驗室從 純遺傳 然後去套地景的一個 很關鍵的人 他就進來 然後也教身世蠻多事情 然後還有 以靈收醫師 主靈收醫師 那還有就是 現在目前還有更多的收醫師進來這樣子 對 好 那大概就是我今天的報告到這邊